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 在新北市万里最大的盛事活动 就是连续好几十年的传统神明禁港文化祭 新北市长侯友宜更是以市长的身份首次参与 一块去看看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 在新北市万里最大的盛事活动 就是连续好几十年的传统神明禁港文化祭 新北市长侯友宜更以市长的身份首次参与 一早就来到了保安宫参拜开张圣王 接着来到了活动现场的白带鱼摊位 市长表示万里区除了有过去非常有名的万里蟹之外 其实白带鱼也是大宗的产区 未来更要大力来推广白带鱼要行销到国际 那回来水里区有很多勇士跳下海 保佑我们今年的漁火满满 而且都能够平安回来 那也有最近这几年我们不但在推万里蟹以外 尤其我们白带鱼很幼稠 很软湿 煎起来很香酥的 我们来来煮米粉 白带米粉 我们来来煮帕波剂蒸的 非常好吃 我们所有的这里 光玩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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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有跟我们 说最后的谢谢 市长表示白带鱼在万里区是重要的鱼产 新北市每年产出两千零二十一公顿 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一 市长还现场进到了摊位当中 一起行销白带鱼 这个白带鱼是我最爱吃的 嗯 这个 鱼产出一碗 又没有鱼产出一碗 嗯 我如果鱼产出一碗 两鱼产出一碗就好了 都要吃饿吃 尤其我们 新北市万里的白带鱼 煎起来好 煮起来好 还有甜的还有什么 品种的问题 这个品种是输最最好的 所以白带鱼 我们直见把它推向我们的国际舞台 用冷冻的方式来行销 让我们的万里 让我们的北海岸 所压的白带鱼 能够走向全世界 美风云霄节 野柳神明进港仪式 总是吸引许多的游客 而进港仪式包括了 近海巡洋 神明进港 还有神明过火 在热闹的气氛当中 在地壮汉扛着神轿跳入渔港 祈求渔船满载而归 平安入港 成为今天活动的重头戏 全台湾唯一的学里来 国里去的新北市神明进港文化祭 已经有百年历史 在现场更开放民众参与跳港仪式当中 可以看到有老有少 还有来自国外的朋友 也来共襄盛举 上海口 我是若莉莉拉 从日本 这是第几次了 第四次 那么你今年几岁啊 七岁 所以你是头 四岁开始 妈妈说要神明保佑平平安 健健康 快快樂 今年來這裡跳崗了 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挑戰 第一次來跳崗 這個我都有跳過 今年還特別料理千份的白帶魚料理 免費讓民眾吃美味也吃平安 讓民眾免費品嘗肉質細嫩鮮甜的白帶魚 神明進港傳統活動是新北市少數登陸為 民俗類的無形文化資產 不只是要祈求平安 更要推廣在地最新鮮的漁產 記者許惟毅萬里採訪報導